接下來我們今天要來進行開球儀式 那我們今天的開球嘉賓這位呢 我們接下來要幹嘛 因為我們要叫外賣 還要叫什麼咖哩拌飯 是的 所以今天也特別的邀請到了 可以說是我們跑跑卡停車之心 也可以說是在跑跑卡停車的台灣之光 讓我們掌聲歡迎我們的豹哥尼爾 歡迎 所以你才乖乖吃飯 咖哩爆飯 好 那我們首先呢 來先請豹哥來跟我們現場的所有球迷朋友打一招喔 大家好 各位現場各位的球迷朋友們 我是豹哥 大家好 OK 掌聲歡迎豹哥 是 我有聽到粉絲在那邊 哪邊啊 豹哥粉絲剛剛在哪邊 我聽一下吧 有聽到 有聽到 還有拿那個咖哩拌飯的板子 對對對 OK 好 那當然呢 首先先邀請豹哥來呢 就是要先請他呢 跟我來播報今天 主場球隊的中信兄弟先發打序 那這時候呢 我邀請豹哥呢 跟著我將目光轉向白目 OK 好 接下來的時間呢 我們交給豹哥 來我們介紹的是我們今天 主場球隊中信兄弟的先發打序 第一棒 三壘手中信兄弟隊長威力嘉誠 九號 王威城 接下來是第二棒 中外野手 雙刀投打狂轟猛炸 九十二號 岳振華 接著是第三棒 二壘手打著正順 轟得正順 六十一號 王振順 第四棒 第四棒 指定打擊 甩炮出擊 周董 十六號 周思琦 第五棒 左外野手 霸氣一擊 張皇 三十九號 安子嫻 四十二號 五一彈 五一彈 一彈 黃金轟炸機 七十四號 許姬鴻 秀 第七棒 游擊手 日野的鐵壁同牆 九十號 江洰宇 八棒 扶手 全線預備 on fire 六十五號 高宇杰 一 ici 右外野手 火力放縱 全力打蹦蹦 32號 曾宋恩 接下來是投手 中職生涯初登板 忠信兄弟的左頭 35號 艾士特 最後是我們的總教練 忠信兄弟 超人氣總教練 86號 彭正銘總教練 謝謝鮑哥 哇 剛剛鮑哥在介紹先發打氣的時候 可以說是這個坑槍有力 而且介紹得非常的精彩 真的是我歷年來少數遇到這個播報 算是真的幫我們介紹得非常的精彩 而且非常的仔細 那當然今天特別的邀請到鮑哥來到現場 那首先是不是跟我們分享一下 今天應該是您這個洲際球場初登板吧 是 這也是我第一次走進來的這個洲際球場 是 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進來球場的心得 首先呢 因為我真的很久沒有走進來放球場了 所以給我的感覺是非常震撼 然後再加上今天是開球嘉賓嘛 特別特別的緊張 所以在今天開球之前 連續惡補了好幾天的投球 手臂快麻了 但是很感動 非常非常的感動 可以來開球 對 是 那我們知道呢 鮑哥您這次這個特別的選的這個背號 98號 我相信應該對您而言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意義吧 是 因為對於我來講 我是在韓國的跑跑卡丁車職業戰隊服役 那對於我來講 我覺得應該要選一個跟台灣比較有關的背號 我就想了一些諧音 那98剛好是我出生的年份 是 然後以及這個台灣走霸的諧音 走霸 所以當時就選了98這個背號 對 是的 然後就一路走霸 走著走著呢 就在去年呢拿下了冠軍喔 非常不簡單 先給鮑哥掌聲鼓勵一下 OK 真的不簡單喔 因為這個 在跑跑卡丁車裡面要拿到世界冠軍 其實我們的對手也非常的多 那是不是也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 我相信電競跟棒球都是屬於運動啦 對 那 雖然說可能運動的類型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對於要成為一個職業選手 其實也是一個不簡單的地方 那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再成為職業選手 並且有這麼優秀的表現 中間需要經過什麼樣的努力 呃 其實我的背景比較特殊 因為我不是一直在做職業選手 而是我在中間的七年 然後念完大學當完兵 退一七年之後 重新回到職業台上 對 但是這個過程 我相信都要付出非常 呃 難的努力 是 因為你沒有努力的話 你絕對不會有收穫 無論你是在哪一個領域 那電競的話 對於我來講 算是一個 從小陪伴我到大的一個行業 那我在裡面也認識了非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們在現實生活中也有著自己的主業 然後用著業餘的時間 然後熱愛這個電競的運動 就如所有現在來到現場的棒球迷一樣 也是利用著自己的業餘時間 來到現場 然後支持自己所愛熱愛的活動 所以我真的是覺得 電競跟棒球有非常多的相似之處 是的 相信要成為一個優秀的選手 其實投入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知道可能很多的家長 就是可能對於這種電競 或是電玩 可能會有一些想法 覺得說好像這種東西 有時候可能會影響到你的一些發展 但我相信對於報告而言 我覺得我們應該也有一些方向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說其實有時候玩電競 它也並不一定是一件壞事情 那我覺得剛好也趁這個機會可以跟大家聊一聊這樣子 對 其實我覺得 當然只是我自己主觀的想法 大部分人之所以對一個東西 甚至是運動項目產生誤解 那更多的可能是因為他不了解 那如果了解的話就會知道電競 它其實不只是玩遊戲 它更像我喜歡的一個前輩 他講過一個比喻 就像開F1的選手 跟開計程車的司機 理論上都是靠開車賺錢 但其實它本質上有很大的不同 那對於我來講 電玩跟電競就是有著這樣的不同 對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更支持電競 也是更 試看看能不能更了解電競 謝謝大家 那也希望這個家長有些時候 我覺得就是這樣 其實也排著孩子們一起的成長 一起學習 我覺得那個都會是人生當中 對於孩子們而言 成長過得到一個非常好的幫助 那當然鮑哥剛剛的講解非常精彩 等一下鮑哥也會上台 跟我們一起應援 那賽前也有練應援 是不是偷偷跟我們講一下 應援的心得 應援的心得就是 等一下聽說我會跳舞嗎 對 我只能說兩個字 完蛋 但我會盡力而去做的 好 好 那當然我們也期待呢 等一下應援表現 而且今天最期待的是 等一下呢 鮑哥還會上twitch的 跟我們球員朋友互動 我相信呢 現在線上應該已經刷了很多 這個等一下非常精彩 我們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 好 那我相信鮑哥呢 應該也準備好開球了 那這邊呢 就這個麥克風交給我 手套交給您 我想呢 一個 呃 你要挑戰那麼遠嗎 等一下 我們可以選 你不要這樣子為難鮑哥啦 我覺得 我們試試看 還 要嗎 都來到這裡試試看吧 OK好鮑哥都說 都來到這裡 那就試試看吧 非常的勇敢 好了 接下來介紹開球捕手呢 這位也是非常喜歡鮑哥的粉絲 讓我們展望贏 中俄美政浩軍 看他跳上這個捕手的位置就知道了 他真的滿中俄的 好 我們這邊準備好了之後呢 就要倒數321 請開球 準備 3 2 1 鮑哥請開球 OK不錯 掌聲鼓勵 哇 鮑哥果然 這兩天的練習 終究是有了非常好的成果 那我們一起呢 站在場中間 來進行我們賽前合影 好一起看著正前方 正前方 正面正面 正面 OK嗎 OK 好那我們再一次呢 謝謝我們今天鮑哥開出的金牌老球 那也謝謝我們的美美鮑浩軍 那我們也要 鮑哥來到我們的場邊呢 來跟我們的選手呢 一起的來加油 擊掌謝謝 我們不是當中 哈囉大家好 我是軍白 你今天投票了嗎 走鐘獎人氣投票 記得幫中信兄弟YouTube頻道投下你 寶貴的一票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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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張